我這樣聽 我們局長和我們李議員 你請坐 等一下我問的時候你再起來 我們跟李議員跟我們局長 對打 對打BRT的這個藍線 我是覺得局長有一部分好像沒有進入狀況 我們這三天來相信我們海線的議員 幾乎大家每一個議員都離不開BRT 大家都很關心 為什麼大家關心BRT 因為在海線 在我們市長 換市長以後就馬上宣布在7月8號 我們的BRT藍線 快捷巴士就要變成優化公車專用道 所以我們海線聽到這個消息 大家都愣住了 因為海線的BRT相信局長也不知道 就走了一段時間 大家都很歡迎 大家都很開心 怎麼突然停掉了 所以你看大家議員差不多都是在BRT的這個話題 這樣子轉 所以呢我想在我們的這個市政府呢 對於這種行政的延續 還有建設的延續 好像有一點點偏頗 這種延續性不管說上一任的市長 這一任的市長是不是同一個人 這種延續性呢都一定要一致的 但是現在聽起來 這個政策也變 那個政策也停 那個政策也沒 都無沙沙 所以不只是議員無沙沙 相信所有的鄉親都無沙沙 所以今天想說好我們交通局呢 來探討一下 我們的BRT呢 原來BRT呢它是從火車站到靖宇大學 這個我們的局長都知道了 那在101年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港區都沒什麼都沒 所以縣市合併以後呢 在港區這一方面都認為說 城鄉的差距蠻大的 為什麼BRT快捷巴士就到一年 港府都沒有 所以那時候在101年呢 我們港區呢就發動一個 BRT延伸案 延伸到港區來的延伸案 所以國外連署呢 就有七千多個人 港區的居民喔 連署七千多個人呢 要到我們港區來 所以國外我把這個案 在101年定期搭位的時候 我送到議會來 那議會來那時候是我們 副市長蕭副市長接的案子 還有交通局長 一口馬上答應 所以我們國外 港區的人都放炮了 大家都很懷疑說BRT來 那結果呢就在去年 去年的11月11號 BRT呢就試 就試車了 結果BRT試車第一天呢 每一班車都滿滿的 兩截車箱都滿滿的 大家都非常的興奮 那後來因為試車的時間呢 只能說 1點1點1班車而已 所以這1點1班車呢 就錯過了這個 禮拜六禮拜天又沒有 就錯錯過了這個 人多的這種時間點 所以我們讀過李議員問我們 叫中午 都沒有人做啊 真的是沒人做 為什麼沒人做 錯過了那個時間 如果禮拜六禮拜天 最新做的人就做 上班時間後8點 後下班的時間 一定滿滿滿的滿檔 所以我們要去探討 為什麼我們還沒做 我們就要停掉 這是在我們港區的這個車 大家都很震撼說 為什麼要把它BRT把它剃掉 尤其靜宇的學生 宏光的學生 大家都一直認為說 現在變成優化的公車專用道 不是BRT的啦 比BRT還不如BRT啦 而且呢 將來這一條公車道混合公車使用的話 我們的BRT只能用公車來講 所以會造成這一種公車的這一條專用道 會更亂 所以在靜宇的學生 還有宏光的學生 也很多人到服務處來拜託我 說是不是繼續將我們的BRT呢 再繼續的延伸 這一點呢 相信我們的局長我們的護士長 甚至我們市長都沒有聽過啦 已經去到我們港區晃一下 一個活都沒有待到十分鐘就走了 大家都這麼忙 都沒有聽到這一種基層的聲音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是覺得說 相當可惜的一個 一個BRT這個快捷巴士的這個政策 那為什麼我們 不愛把這個政策能夠 將他的 這個政策能夠 延續下來 而且如果說BRT的政策不好 那我們哪裡的不好把它改進嘛 為什麼 啊你話停啊就停 啊7月8號然後又重新開始 這個浪費很多的很多的公堂 很多的人力還有很多的時間 那我現在我要請教我們 那個局長喔 讓BRT我們這樣子停 轉成優化公車啦 那這個公車專用道呢 不在我們無期的頂寮裡 我們頂寮裡有一個 這個BRT的機房 那這個機房我要請教 我們局長 既然我們的BRT 我們已經改成公車專用道了 這個機房也有留言嗎 局長答覆 我們 改成優化公車專用道以後 雙結公車會繼續行駛 所以那一個無期的那一個機場 就是我們市政府的32部的雙結公車 保養跟晚上這個洗澡睡覺的地方 哇這樣很可笑耶 日本的就是一個保養 保養加油 晚上要休息洗車的地方 很可笑耶 因為那裡是 那裡的都市使用分區 你知道那裡是什麼嗎 雄雄區 對啊那裡是市政中心呢 也是商業區耶 你把它拿到那裡要洗車 喔實在很可笑耶 本地那整個就是做這些公寧 哪有 他行控中心也在那裡啊 那現在行控中心都不用啦 行控中心都不用啦 行控中心整個都空的啊 喔實在很可笑耶 嗯 所以呢我們 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新政府呢 我們實在是 呃 雖然是才五個多月啦 我們要不要不半年啦 但是呢 議員跟我有一個所謂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嗯 你跟我說靜宜大學的核心 我們如果他們現在一天 對飛橋站到靜宜大學 有四百二十六百車可以坐 一天齁 可是優化公車專用道以後 對飛橋站到靜宜大學的車 專用道上面的車 會增加到八百五十五百 所以他們坐可以坐的車是比兩倍啊 只是說他有時候坐到一台 有時候坐到兩台 啊他如果要坐 等到坐兩台 跟高級要就坐兩台 一站兩站都可以坐 因為兩站的也繼續在開 所以這三間大學的大學生 可以坐到 是在專用道上面 可以坐到的車的比兩倍 啊如果他沒有坐車的人 他騎歐兜馬的 一班車的 上面的公車的便租 所以騎歐兜馬的核心 的電路更加安全 好啦局長你這樣子解釋喔 姑且一丁啦 齁 那為什麼他們學生 會有這麼強烈的緩談 因為他們 已經習慣 時間上他們已經掌控得很好 啊你現在突然不再七月八日 就變了 現在比較快 對啦 你說快啦 也是要試車以後才知道啦 這個才不一樣才知道啦 是是是 那而且呢 我們的宣導也比較欠缺啦 是 既然能夠雙倍的這個工程 這樣你怎麼不要宣導 宣導讓核心能夠 心理上不要這麼某某的 好 這我怎麼加強啊 對啊 好 不猜你是全庫出來 對啊 交通的全庫呢 這我怎麼加強啊 這對這一條呢 一定要 一定要特別的 這一種 對我們BRT藍線這一條呢 是在港區這裡呢 是相當 大家想覺得是相當可惜的 相當可惜的 一條交通路線 這現在因為BRT的關係 這都沒辦法一班車到新民高中啦 到台東火車站 啊我們這優化公車 作用到以後都一班車 就不用到靜雲大學還要換車 因為靜雲大學還要換人齁 大長去那 騎桌外去那接小孩是很辛苦 所以 他現在這樣一車到底了齁 就不用到靜雲大學快慢車道 我們是大人快慢車道 都在行人穿越也很危險 所以優化了以後 其實我們對我們的海區 我們對沖水耍落 這部分的這個車 電腦會比得多的機車 不用再換車了 好 那我現在是聽 局長這麼樣的解釋 就等於這一條BRT延伸 就沒有問題了 沒有問題 在這裡我們會計 四百多班的車 因為我們那些上班族的齁 學校啦或者是機關啦 或者是一些學生 大家都是很擔心說 將來的這個延伸的這一條 港區的這一條路線 將來會取消耶 大家都很煩惱耶 議員我還補個一個說 我們青水的小孩 如果要來飛車站 每天上課 走台灣大大 還是要去我們總點站在新民高中 以前是要到正義 跟換BRT嘛 現在沒辦法直接搞 要是家長騎桌子來正義 跟小孩幫我正義 叫他坐BRT進來 林港這個一班車 比如說我們住在這個 熬峰路五泉路這裡 一班車就能夠了 加掉就不用再接送 小孩如果沒有加到接送 一個單車也不用等 他就直接可以 可以現在跟市區 我們海區這裡是大人 要來新光三越大園百 秋風谷 還是要來龍總看賓 他也是一班車夠 就不用再拔車了 我現在聽局長這樣子報告 是很很理想的 比BRT快節八十還要理想 來是七個全培醫藥 我看了 七個全培醫藥 再看看狀況怎麼樣 這個是七月八號以後才來檢視 好 那我也還要請教我們 我們局長 我們BRT當時從靜宜 延伸到港區來 經過七個站 七個站 這七個站 頂部在那裡不清楚的那樣 就是 紅竹巷 人家都說那個 紅竹巷 再來就是沙路高宮 沙路高宮放過 沙路路橋就是到 中港國小 然後再下去就是一個秋處莊 秋處莊就是接近同一月那裡 再下去就是武器國小 然後再往西就是 港屋大樓 港屋大樓在網中點讚就是我們的旅客服務中心 隆總有一次站 那這七個站會不會取消 這我們現在就是用一條叫308路線來開 剛才議員 這用308路線來開 對這個新民高中開到台中港的旅客服務中心 這整條路線就是議員說的這條 就沒有BRT啦 沒有啦 沒有三十的啦 還有一十的啦 港區到武器沒有三十的 沒有這沒有三十的 進行到港區沒有三十的 對 那一般的我們的低地板公車現在做到很舒適 是大人不得爬到一個階梯 他就直接這樣 腳放下去就止去 那如果說我們來要求雙傑了 雙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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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傑到的要我們差不多 沒有什麼阻礙新聞 對 鄉載的他車的身份 一公里的身份是這個一節三倍 他可以載的人是1.5倍而已 所以對客運公司來說 他敢不開一載的他不要開鄉載的 因為鄉載的比較貴 對啦 那我們買那麼多的鄉載的車 要做什麼用 咖哩農務議員也講了 我們這麼多車 你知道嗎 他就比較密集 因為我們對這個 我們在鄉載的鄉輝大學 這裡的人數比較多嘛 這裡跟密集用什麼東西來載啊 局長 我們港區已經 已經在碗碳說台中市是台中市 我們這裡是邊緣化啦 都鎮腳 你雙傑車又沒有到我們那裡去 那路鎮腳啦 真的是很鎮腳啦 我們林佳龍市長 口口聲聲都是說 要那個 什麼 要開發港區啦 要讓港區繁榮啦 要讓港區繁榮啦 要讓港區越來越進步啦 這都亂講話 那這樣單交通都不會啦 開到桌房車進去 要用單截車啦 那你為什麼不讓我們港區的人 有一點舒服說 啊我們是土地人 怎麼會不會這樣 這樣一樣 一十個公車 一十個公車 到處都是啊 那為什麼不讓我們港區的人認為說 我們也有都市 都市的一點點 多吃啦 一樣是台中市啊 雙傑車到我們那裡 阿加密集區的雙傑車 雖然是說差 對啦 差 這麼一點油費啦 有錢那麼貴啦 但是你讓他的值升高的話 這種格局升高的話 很多啦 很多啦 除了公車以外 雙傑車也會很多啦 你要讓港區的人 有那種都市 我們是一個台中市 有城鄉差距 能夠零的差距啊 阿不然市場店來講 去到港區 秉上台講話 就是要港區繁榮 啊高通部進步是怎麼繁榮 就是哪些人的府一樣 你封不通是身體不怎麼健康 一樣啊 所以局長等個考慮 雙傑車還是到我們港區來 你沒有辦法每一班車 最起碼也要幾班車 在我們港區 稍微稍微給人家看 這不就是進步的台中市 這我要探討一下啦 阿你每天都要探討啦 沒有啦 探討一下啦 不用探討去 副市長也在啊 你說好 肯定的黨務說好 一天之中有幾部雙傑車 這要探討的身份都有關 還要探討有關 這我要回來探討 哎呀 陸全沒有啦 有的話市車已經 十一月 十一月去年 十一月市車都沒有問題啦 你說路關的都騙人啊 是嗎 是嗎 你就這局馬上答應說 我們雙傑車 你把我們扁鐵的路線都已經縮減了耶 沒有啦我們沒有縮減啦 怎麼沒有 原來我們港區還可以 中華路往南 往南可以倒高鐵 往北可以倒又市公月區 現在這條都沒了耶 縮減了耶 等個探討 我等一下的時間多久 買三個月啦 一個月就好了 一個月太多了 不會啦 我也做個行政官 兩個月好嗎 兩個月好 時間不要拖 你看人家柯文哲這麼多久 一天就把那條 那條忠孝東給他踏通 車子要不要來港區 就要三個月太久了 你說兩個月好 兩個月一定要答覆 好 一定要到我們港區 不要再答覆考量結果沒有 我買這個答案 我倆各位探討結果給議員報告 我買這個答案我沒有 我現在跟你說答案 這第一點 第二點 BRT的這個專用 BRT快捷巴士已經改成我們的 優化公車專用道 那專用道他的那個畫藍線 只有畫到靜宇 再往西就沒了 那這一條專用道是不是藍線 也要一起畫 畫藍線是違法的啦 中國民國的法律規定 拿式的是機車專用道 所以我不知道 什麼人去把機車專用道 都要BRT上面 我們人敢要把它吐掉 你說這違法啦 好啦 那我請教你 在我們武器有很多顏色啊 地上有黃色 有藍色 有紅色 那你怎麼說 你先頂了你看 好 我們的法律上 人情人穿越道是綠色的啦 腳踏車是專紅色的 藍色的是機車專用道啦 那過去 管政府的時代有的 因為那個時候 高峰部落不通過 這不是管政府的 這最高的 你有時間你去五車看看 你去新電台頭前 騎到五車新電頭前看 那一條十字路口 有黃 有紅 有綠 有橘色 那可能是彩繪啦 那彩繪 你說這交通的不對 那彩繪的話 為什麼要在彩繪正中間 沒有我們人家 如果是要做路平 整個路要定用的時候 我要跟建設局協調 我們要用合法啦 不要再改天啦 你就積極的 積極的趕快把這些不合法的 這些交通標誌把它合法化啦 不要再等了啦 這我如果要檢查一下 太久了 一到下雨的話 又是突漆的 下雨的話 很多人都跌倒 都會滑倒 騎腳 車到車都會滑倒 對啊都會滑倒 你現在做新的局長 你要有一些作為 好 對啊 好請坐 再來再來 等一下等一下 局長 還有還有 不好意思喔 我們現在頂了 剛剛我講過 商業中心 商業中心這裡 不就有一個 我們的行動中心啊 就是這個機場 那這個機場 在商業中心這裡 我們這裡的頂料理的人都說 他們是最 最矮小的市民啊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你說我放過誰會有啦 放過兩個沒有啦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車站 對啊 有要設車站嗎 可以考慮啦 有要設車站嗎 設站牌還可以 車站就是站牌啊 站牌這沒問題啊 一定要設站 那我們頂料理那個商業中心那裡 一定要設一站 好 你如果不設一站 你站會帶人來 不是什麼 就來 我們事務來控制 我們設站 我要找你站 看要設那裡 好 好 你答應的喔 都有錄音喔 好 請坐 剛剛呢 剛剛呢 我提到的這幾點呢 幾乎都是我們最起碼的一個政策啦 市府的政策 那這個政策呢 翻來覆去 變來變去呢 對居民的觀感 還有我們的市民的觀感 都非常的不好 那如果要變 我們就是要有配套作詞馬馬上出來 這配套作詞沒有馬上出來 大家都問 比亞地到底有沒有來嗎 比亞地現在算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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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 就在慢車道很方便啦 慢車道很方便啦 沒有啦 沒有啦 港區的慢車道都很快 再讓我們攤倒一下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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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憲 好 謝謝謝謝 一雄是李榮弘議員 樂士林議員